梁正贤的多年女友上线,还晒戒指,王曼妮应对方式,一般人学不来,三十而已,王曼妮的角色人设,引起很多观众的热议,最开始努力拼搏为自己的梦想努力的时候,大家都说是满满的正能量,让更多正在上班的女生有动力,用自己的双手和努力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,但当她遇上梁正贤了之后,她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已经有变化了, 就想着如何维持好两人的关系,甚至是还想到香港去工作,放弃晋升的机会,这就让很多人开始粉转路了,梁正贤看似是非常完美的男人,但坏心也是真的,又浪漫又会撩,有智慧有见识,最重要的是钱也多,这样的人设出现的时候,都有预感说她不是正经的男人,果不其然,就在王曼妮要打算把工作调到香港离她更近的时候,就有事情发生了, 梁正贤七年的女友找到了曼妮,好几次让她难堪,这个女人为了梁正贤放弃了工作,一直都是梁给的生活费,她来的目的就是让王曼妮自己退出,但没想到曼妮不退让,即便是被打了巴掌,还是很理智地应对和对方讲道理,换做一般人真的做不来这样的事情,当着众多同事和竞争对手的面,被删耳光,换别人早就上去开打,都会咽不下去这口气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